Hello,大家好,今天我带大家来一个就是说我小时候的集 今天这一集呢,主要是因为我妈妈,我妈妈呢,从小呢,就是在靖安区长大的,对吧 他对这个一些老的地方呢,是非常非常熟悉,尤其是这个茂名,茂名北路啊,茂名北路开始这一段 你知道威海路呢,这个是从我外公就,就已经就是在这里,就住在这里了 所以呢,对这个地方呢,他们感情特别深,所以我在这里啊,把这部片献给我妈妈 我有幸呢,也是在这个靖安区啊,这里住了一段时间 曾经还读过他们这个小学,这个小学其实是非常有历史,历史的痕迹的 就是这个这里,茂名北路小学,原来的茂名北路小学 这个茂名北路小学呢,曾经就是说,是卢永祥公馆啊,卢永祥公馆 我小的时候呢,两年级的时候,在这边就是从香港回来啊,在这边读了一段时间 现在看看非常非常小啊,这个啊,现在我想记录一下啊,记录一下啊 啊,它现在全部改成了,这里是改成了一个饭店了,这里就是我们,我小的时候啊,茂名北路小学就是这样的 现在已经全部不一样了,我知道有很多叔叔阿姨也都读过这个,这个小学 所以我想带大家看一下,现在这是个什么情况 曾经的茂名北路小学啊 我曾经在楼上这个也上过课的 能想象得到吗,以前在这里 三十年前在这里有根竹竿 在这里有根竹,有两根竹竿 就是有很多同学就是说身体好的爬在这个,爬在这个竹竿上面 当时我小的小学的时候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啊 这么漂亮的学舍啊,它现在全部重新就是恢复它原来的旧样了 所以,你看啊,简直是太漂亮了 它是完全按照这个欧式的建筑建造的 没有办法,又给保安赶了 因为这里现在已经变成了私人的公司了 所以人家投诉的 我现在出去我们再讲吧 你说美不美啊 这就是我小时候读书的地方 当然读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 但是印象当中也是非常深刻的 因为我一直被老师叫得站起来 这里呢,我读一段内容历史吧 本人啊,水平有限啊 要介绍这个呢,确实不容易 因为呢,这个卢永祥呢,我以前也不知道 对吧 这里呢,之前也叫这个花雅堂 可见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啊 也叫花雅堂 花雅堂 卢永祥呢,就是这个晚戏这个军阀的这个骨干啊 曾经就是在这里建造了它的,等于说是它的这个住所 这个卢永祥呢,跟这个段祺瑞啊,张作霖啊,等于说都是被称为这个军阀了 他们叫的好听啊,叫中华民族伟人啊 卢永祥有个儿子呢,这个叫做,其实是民国的这个四大公子之一啊 就是跟张学良啊,什么段宏月啊,都是在上海这个风云一时的 曾经,曾经就是说,也算是就是说,非常的一个人物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把那个黄金融啊,什么的给打了一顿啊,也不知道什么好像 我,我看了这个历史的故事啊,啊,就是说他出去玩 然后呢,就是,所以呢,人家把他欺负了 然后卢永祥的儿子呢,就把黄金融什么抓起来了 然后,后来经过了很多条庭啊,才把他放起,放出来啊 因为那个是军阀年代啊,当时,所以呢,这个,有黑暗的 你是黑社会,我是军阀,你,你拿我怎么样 对吧,所以黄金融当时是被卢永祥给扣起来了 后来经过别人调停,好不容易就把黄金融给放出来了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势力有多大,当时啊 所以我的小学,曾经待过的小学啊 卢永祥的公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是我妈说的 我本来也不知道,当时呢,这个茂名北路呢,人很少 不像现在这种,什么把店面,把墙壁都砸了 然后把店面都开在这里,是吧 当时这里是没有的,只有一个小店面,对吧 然后呢,我呢,就一直在这里,就下课了以后啊 这里面,里面的这个,这个新式理论啊,都是非常,以前是非常好的人家的 我外公的那个,那个新式理论,他那个理论我得,我给大家看一下 耳熟能详啊,上海的这个新式理论里面的圣地啊 基本上就是里面的人,当初的人都是非富即贵的 如果从茂名北路呢,就是走过来啊,走过来,就到了威海路 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在这个路口,就是这个路口啊,就这个路口啊 有一个老奶奶要过马路,我服过她啊,我还真的做过好事的 各位,我做过好事,我服过老奶奶过马路 最后过了马路以后,她给了我五分钱 三十年前,给了我五分钱 对吧,但是我没那么高尚品德啊,我不要不要的 我说谢谢老奶奶啊,当时有一位同学是住在这里的 然后这里呢,就是这个威海路四百七十一弄 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建筑,1930年建造的 这个好像是,这个是太阳公寓啊 建造的时候叫Sun Apartment啊 小的时候就是从这条路口里面就是经过,它可以穿过去的 它这个老房子,这种老建筑啊,非常非常有特色 前是专门给侨民居住的,到现在完全没有改变 以前我小的时候经常就是来这里玩 因为有几个同学呢,也是住在里面的 曾经啊,非常小的时候 里面其实有个小花园 这个太阳公寓,现在保,就是还是原来的样子 完全没有改变,好多好多年了 这里的小花园呢,曾经非常漂亮 整一整一栋楼,这个太阳公寓呢 整一栋楼呢,全部都是,就是把这个花园啊 等于说这里是个中心花园 小孩啊,在这里非常非常安全的 现在完全都没有改变 这个也是属于历史性的这个建筑 1930年建造的,那现在有很多人呢 就是里面可以改成公司啊 或者就,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这里啊 等于说是弄得像城乡结合布一样的 就是说这种老房子,外地人租的比较多嘛 因为设施比较老化了嘛,对吧 没有保护的很好那个时候 现在外地人没有了,都是一些 很多一些有钱的人啊,把它买下来 把它改建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老的 很有感觉的那个老的那种房子 曾经这里不是垃圾桶啊 曾经这里是一面墙壁 啊,我在这里爬过墙 对吧,跟一个两年级同学 我小时候非常皮的 跟两年级的同学在这里比赛 谁爬得快 太阳公鱼我也爬过 这里面这个管道 通过管道啊 我们这个小时候真的是太野了 我跟你说 通过这里面的管道爬到二楼去 你说这个二楼有多高啊 那时候是真的不知道危险 现在大了我反而知道了 它二楼很高的 它就是这种老建筑 它的这种跳高啊 非常高的 就哗哗哗爬上去 对吧,然后再爬下来 两个猴子那个时候 对面这个新式理论 就是我外公曾经买的这个房子 静安别墅了 静安别墅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了 也是大量的名人啊 都住在这个静安别墅里面 有幸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那这里呢就是说上海 得以说以前啊 最大的一个新式理论的这个宅群啊 1932年由这个张弹如这个建造的 但是住的人可厉害了 蔡元培,孔香西 对吧,全部都是在这里 蔡元培呢是住的是52号 孔香西我不知道在哪里 蔡元培住了52号 我外公家呢是126号 当时他是等于说是他属于资本家 当时是说拿了两条小黄鱼 也就是黄金啊把它买了 他开了一个这个一直到2010年可能还是有的这家厂 结果公司合并 文化大革命 公司合并全部被抄家了 但是他这个手帕厂的品牌呢 人就是说来抢房子了 然后那个时候房子就被抢了一半 这个房子啊就是本来是一层的 被他们抢了等于说是抢了一大间房间 然后呢因为我外公小孩比较多嘛 有个五个小孩嘛 所以呢啊 当时啊就是说还有一大一小两间给他们住 妥妥的资本家 万恶的资本家 那现在幸好现在这里是没有卖掉 是我表弟在这里住 因为上海户口嘛 只有他有上海户口 这个静安别墅呢 在这个几十年代的时候呢 是很 就是20000年到10年之间呢 也是一样的 很多的这个外地人来租借的 那现在好像没有这个情况了 就是很多的这种 那个时候感觉像沉香结合部 然后后来2010年左右开始呢 就是说这个地方又变成了一个 怎么说呢 朝殿的这个聚集地 对吧 里面有这个买小馄饨啊 买小吃的啊 做手指甲的啊 各种各样都有 那现在我看已经恢复了宁静了 然后隔壁呢 就是梅隆镇 穿到对面去啊 这个我记得弄堂是可以 有一个弄堂可以穿到另外一边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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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区啊 那个也很有名 那个梅隆镇广场啊 有个梅隆镇大饭店啊 就是在这里 所以这里很多的名人啊 都是呆在京安别墅的 曾经等于说是上海 所以是最最高档的小区了 然后下面呢 基本上就每一家底层都有一个天井 这个天井大概是在十个平方左右 十个平方左右的天井 这是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的 这个房子啊 那个时候 2010年左右有大量的那个人啊 把这个门啊 什么打通了 打通了以后呢 就做一些小生意啊 什么的 据说这里有个混沌摊 上海人开的 很有名的 我告诉你 这里就是以前的老邻居啊 这里的老邻居 90%现在都在国外 而且美国 美国什么加拿大这种地方居多 都不是什么第三世界国家 当时的这个资本家什么的 对吧 现在还是资本家 你改变不了什么 我跟你说 你抑制了这个国家的发展 但是人啊 是不会改变的 对吧 所以 所以就是这样的 人啊 这个资本家的小孩 教出来的就是资本家 没有办法 老鼠的孩子就会打动的 听到没有 这里面竟然还有弹钢琴的声音 现在想想已经那么多年了 静安别墅还是老样子 没有任何的改变啊 从静安别墅掺出来呢 就是南京西路了啊 还有上一个视频啊 有一个 有一个脑子 可能是被门挤过的人啊 问我 淮海中路是哪一段 淮海西路是哪一段 淮海东路是哪一段 他说我不是 我不是一个正宗的上海人 对吧 淮海中路淮海西路都分不清楚 据说这个梅龙镇广场啊 梅龙镇广场 这个伊斯丹 梅龙镇广场也不是很好 我是道听途说啊 千万不要有人来骂我说 你瞎说了啊 梅龙镇广场经营不是很好 这个也到了倒闭的边缘 我是这么听说的啊 谁说的 我也不说了 你们自己看吧 只有这种食品公司 凯斯林 对吧 这家东西老了 这个从小时候就已经有了 很早很早就有了 南京路跟茂名北路啊 南京西路跟茂名北路交界的这一段呢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全部改变了 这里就是以前这个无江路 跟它就是穿插出来的 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如果你是老上海 你一定熟悉这里的路 确实很多店也是关门了 看到没有 这家也关门了嘛 南京西路 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凡是不是高档的商店啊 它都开着 凡是有点高档的商业区 而且它不是卖食品的 都很难存活 因为它现在是 现在不是说没人了 是消费降级了 就是说高档的东西 大家不敢买了 也买不起了 很多人 我有很多粉丝也给我打电话 他们加了我微信 然后就跟我聊天 就说 上海等于说现在是一个 等于说是中国经济的这个天花板啊 现在都是这个样子 对吧 他们那边惨多了 上海已经是觉得就说 已经不错了 你看这么大的店面 结束了 现在我已经觉得这个已经是 习惯了你知道吗 看看哦 这里关了 那里关了 然后那里开了 这里开了 开了 关了 开了 关了 因为这里曾经也是属于就是说 非常高档的地方啊 南京路 南京西路这一头啊 基本上是 2000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发展 就已经发展得很好了 这里的商店就是基本上你看 都是高档商店 而这一批 关门的 也就是这些高档的商店 你说南京路就是朝外滩那一站 我不记得是东路还是西路了 应该是东路啊 那边游客多 对吧 都是卖吃的 卖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它自然不会关门 高档一点的商店都是关门大吉了 而且南京路这个情况 它的那个电租啊 不会特别高 不会比淮海路高 淮海路等于说是 上海整一个商业 商业帝国最中心的一条路 所以说 任何的电租 南京路这一头的电租 绝对不会比淮海路来得高 对吧 但是它也是这个情况 这家也关门了 那边靖安寺那边呢 就是好像还好一点 我觉得 那还热闹一点 那这里呢 就是说 曾经也是很多人的 其实也是很热闹 你看这个街边的人 人多不多 经过的人多不多 这里呢 就是说坐不起来了 这一整排 对面那个 这么大一排 全是它的 无江路还可以 无江路卖小吃的 都还可以 但是 像这一类的电 就是以后可能就是说 就是比较难以为继的 你看这种眼镜店 现在开着的 你看里面有人嘛 真的是没有人 服装店呢 就更加不用说了 曾经 就是说经济好的时候 服装还是可以 然后这家818广场 哎呀 它这个整一个广场 我看都不行了 里面你看 灯都是按着的 然后再看这里啊 旺铺遭租 有人说形势一片大好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看出来的 这个真的是独具慧眼啊 是时候你该投资了 如果你不投资 现在这个黄金时代 你可千万别错过了 这里房东热线 我都给你拍出来了 南京路啊 不投资 现在不投资 我跟你说 你这个形势大好的 这个人啊 你就不要乱说了 对吧 这里曾经啊 是这个少年宫啊 曾经是少年宫 现在呢 变成一个超大的 这个大商场 大店 它把这个路口 开发成这个样子了 乌江路 南京路 石门一路 几个路的交界处 这个屏幕是不是像 这个纽约啊 时代广场到了啊 它这个 感觉也没像 时代广场的感觉 这种 这个大屏幕 现在呢 还在造这个高楼 这栋楼很高啊 我看到大概三四十层了 啊 真的 戴着帽子 要掉下来 才能看到上面 哎呀 有很多人都说 哎 你怎么总是说不好 怎么样 对吧 你怎么总是 要唱衰上海啊 我可没有唱衰上海 你仔细看我前面的 前面几支片子 都是说上海很好 有一些东西很和善 对吧 我只是反映了一个经济现象而已啊 我并没有要唱衰上海的样子 然后唱衰上海 我有的感想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回去 有时候我觉得我回去编辑了以后 我这感想就没有了 知道吧 比如说我回去再说一遍 或者我用剪辑的方法把这些话 就是放在这个视频里面 其实是很容易的 对着话筒 不要太简单啊 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很没有意思 因为你看到的东西 你就没有当初的这个心境了 知道吗 你真没当初这个心境了 你来看到的时候 你就是 你比如说你看到某样东西 你很惊讶 你有这个心境 你去说这些话 但是呢 如果我不在这里了 我今天是对着一个音频 对着个电脑 就是自己发表演说了 老实说我也说不出来 我走过了这段路了 我也就没有当时的这个想法了 那我也就说不出这一段 就是这些水平极差的这些表达了 你知道吗 自我的一个感受 说给大家听而已 至于你说我说的不对啊 什么 这没有关系 因为我呢 就是说纯属自说自话 我说给自己听 如果您觉得可以呢 觉得可以听听的 那你就听一听 对吧 因为我说给自己听 也对自己以后啊 就是说 今天在做这个自媒体这个视频 有一个见证 以后老了以后 看起来你说多有意思啊 以后老了以后看看 哎呀 当初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拍了一些这个视频 对吧 我对这个地方有这样的感受 这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我年轻时候的感受 我就没记录下来 现在已经不年轻了 所以呢 一定要把这些感受记录下来 今天我在上海 我拍了 你看这个建筑多漂亮 1925年的 我不知道十年以后会不会再看到这样的东西了 因为这里 这里这个改变你知道有多大 整一条无江路就已经不是无江路了 曾经的无江路 对吧 以前这里买羊肉串的 全部都是羊肉串摊子啊 什么羊蝎子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小龙虾什么都有的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哎 我来吃个小羊生煎啊 小羊生煎 好久没吃了 吃个小羊生煎 小羊生煎啊 加上小馄饨 看上去非常不错 我很久都没有吃小羊生煎了 他们生意也不错 人挺多 吃完了 吃完了 今天算是拍了大半天的时间的这个上海老上 所以拍得肚子饿了 然后看见有那么多好吃的 我再吃一下 说实话 这个小羊生煎 没有以前好吃的 现在我从这个张园啊 他这里张园也是一个老弄堂 很老的弄堂啊 他是稍微翻新了一下 这个房子 改变也是很大 而且他这个整修啊 花了不少钱 这里搞成Louis Vuitton的那个卖场啊 哦真的 Louis Vuitton在这里算是什么 是个店吗 LV的店在这里 租了一个房子 很有特色 哦这里全部做成这个 僵尸单顿啊 这些品牌了 全部这种楼啊 给他们僵尸单顿啊 什么都吃下来了 我就拍一些老建筑 知道吗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公用的小区 现在变得还要不让人家拍照 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吧 是因为怕有了人的侵权 现在啊 真的是草木皆兵啊 我拿了一个照相机来拍摄 就说我设备呢 太专业了 怕有人侵权 我不懂 这个张园呢 好像都是被包下来的一样的 整一片建筑啊 就是好像是给它全部吃下来了 我设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